大家好 那這是那個專案是貪污判決的查詢網站 基本上是Convo剛剛Rony Wong的那個東西 那就是故事這樣開始 就是說有一天我要查詢說 貪污就是要查詢判決書嗎 然後結果發現說判決書怎麼那麼長 然後讀了很久都知道他要重點 然後覺得說光看到這麼多字就覺得頭暈 然後於是我就想到說 我的是不是如果我可以拿 就是開一個說簡單的查詢網 然後把其實比較重要的東西 比如說像林醫師案的話 其實就很簡單 林醫師他其實是恐嚇得罪 然後七年四個月這樣子 讓大家回憶一下林醫師講這樣 對然後這樣子的話 那就是應該會把就是複雜的文字比較簡單化 然後再要化這樣 對然後就是比如說像這個傢伙的話 他就說他犯了這什麼罪 然後他喊了八十萬元 然後最後是關十二年 對你就可以發現說 林醫師不是拿了很多錢嗎 結果只有關七年四個月 結果這個不知名的傢伙 對然後他喊了八十萬元 結果居然灌得給林醫師還要多 對你就可以發現說 好像有一些就是落差這樣子 對那這個網站希望達到就是呈現的是這樣的效果 對那這是目前的進展 對那我們有一個出版的一個網 最出版的一個網址就是叫做Uncover 對那還是阿法版 對那另外的話我前陣子有想到就是說 如果我就是因為像剛剛那個東西的話 其實很多判決書可能大家查學的意願不高 對那我就想到說如果就是用一個貪污地圖 對然後把比如說政治人物 對那比如說台中市有某個議員 然後我就點下去然後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台中市議員有他的案子在生 對那我就可以用這種地圖呈現說 大家看一下自己家鄉有沒有一些貪污的政治人物這樣 好那需求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現在的話是還蠻需要那個 有關於像是網站介面啦 主要是網站介面的部分 那資料處理的部分的話就是 需要是蠻進階的自然語言處理這樣子 對好大概是這樣